大家好,我今天想给大家讲讲 就是关于天然气这个行业的一些背景 这个行业对我来说相对比较熟悉 因为我的专业跟这个比较相近 天然气当然我们是主要是为了讲买天然气的股票了 但是因为这个内容相对比较多 我就分两部分 今天我就想讲第一部分 这一部分主要就是讲讲我这个行业的前景 以及行业内的比较好的一些标的 来介绍一下吧 然后那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第一部分 那首先来说就是这以下内容都是兴趣爱好 仅供个人娱乐,进步构成投资建议 就是你听了我的建议 这个讲解,你赢了钱,你拿了钱,你不要谢我 然后你亏了钱也不要怪我 我只是介绍这么一个信息 然后你自己事情自己去分析吗 对吧 那好,我现在会用第一部分来阐述前面三个方面的内容 然后就是分别提出这个行业的一些思考啊 然后以及行业的板块情况啊 然后以及这个工业,这个天然气工业的一些前景啊 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会具体讲讲 几家比较 我认为比较好的一些公司 然后他们相对来说对于市场对于他们的估值比较 比较低 然后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吧 嗯,在说天然气之前呢 我我就想请大家你可以停止 如果你看这个看到这个视频你可以停止一分钟 然后你就啊 pause一下 然后你我就回答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将来有一天 即使电动车占有率在30%以上 你认为这些给电动车提供电力的主要颜料和能源结构 它是什么样子 什么东西会是最主要的一个颜料 嗯,会是太阳能 风能 煤 水力发电核能或者天然气或者任何其他的颜料 嗯,既然我们都说了这个课题嘛 那肯定 嗯,我想答案会很明显,对吧 但是为什么会是天然气呢 那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不知很了解 那我就用这一部分的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 天然气会成为这个将来的能源主力之一 啊,当然煤肯定还是会用 但是不会用的特别多 啊,这张图是来自于BP公司的2030年的能源展望 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看红的部分是天然气 啊,黑的部分是煤 然后其他部分是有什么可再生啊,水电啊,核能啊 你可以,你可以从这个图你可以看到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增量在将来 那是比其他任何的增量都会大 啊,而且你看他这个这个每一年的这个使用 啊,煤和天然煤和石油那肯定是越来越低了 啊,因为啊,可能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不是可再生能源 那可再生能源它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它不是像啊,石油天然气一样 就是你可以随便拿来就用 然后你也可以有非常方便的存储 对吧,你受到很多天气的限制 然后可再生能源肯定是个补充 但绝对不是一个阻力 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它的增量比其他任何的来源都大得多 啊,为什么会这样呢 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啊,首先你你作为天然气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会问它天然气有什么用途,对吧 就是啊,可能很多人会想到有家庭的供卵 啊,做饭啊,这些确实是一个方面 而且是比较啊,经常都能接触到的 因为我们做饭或者是家里头用用来啊,烧热水的啊 这这个都是用或者是冬天的时候家家庭控暖 那都是气嘛,啊,确实是这方面啊,是一个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但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啊,啊,啊,有可以提供家庭发给供电 然后甚至有时候还会给车提供燃料,这种天然气的燃料 啊,现在为止它这个天然气啊,发电大概占世界能源供应的22% 啊,这个数字呢,在未来的20年还会增长更多 因为啊,天然气呢,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化石能源 就是一些传统的能源结构,就是啊,譬如说煤啊,天然煤和石油啊 它相比于煤,特别是在发电的过程中 它比这个煤要清洁的多 啊,它会啊,就是煤含煤,不管是来自哪里的煤 它或多或少都含有很多流 但是天然气它不会,天然气的含流量相对很少 所以它比煤电,就是在发电的过程中就要清洁的多 同时它会产生的二氧化碳呢 它排放也相对比这个煤炭要少很多 啊,正是因为如此 天然气基本上相比于煤来说是一种相对要清洁很多的化石能源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油,石油,天然气或者煤炭它是前途是有别的 我这张slide就就说是油气,油气有别 那油和气之间的用途,在将来的能源板块里头 可能石油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甚至会降低 但是天然气绝对是会慢慢的升高 啊,这整个能源结构里头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啊,天然气的用量 只是比相比于其他来说都会 要涨得很,要涨得更多 啊,相比来说石油和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份额 那就逐渐下降了,啊,我可以就是这么说吧 就是,啊,就是在我们这有这一代这个有生之年化石能源 那绝对还是人类社会能源的主体 啊,我们肯定会用相对清洁的天气会比其他的更多更多 啊,虽然你这经常能听到什么可再生能源啊 啊,然后,啊,这个世界它不是可再生能源的天下 它是天气能源,或者还是化石能源的天下 啊,那好,这一张表那就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了 你可以看到从,从2010,2009年到2010年之间 2019年之间,美国,这个美国的发电量 你可以看到这个煤炭,煤炭是逐渐减少的 基本上减少了50%,然后,呃,那用石油发电那就更少了 那,你看天气呢,天气的发电量基本上是涨了百分之,涨了百分之七十五 所以,而其他的一些能源结构相对来说,什么地热啊,什么水力发电啊,什么风能啊,核能啊 基本上维持的差不多,那风能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 但是它风能的这个,这个占有的比例,那跟天气来说,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对吧 所以说,在美国的电力能源结构当中,天气会是一个主体 将来会发生的更多 这一张表,你就可以犯见,就是这张图呢 我们看到08年的时候,这个天气的发电是21% 然后到了2019年,就占到了38% 然后从2019年以后到2025年的几年之中 美国会退休更多的这个煤电,煤电厂,或者核能,核能发电的电厂 那这些退休的这个煤电和核电,它用到哪去了,那只能是由这个天气来提供这个空白,对吧 所以说,在将来的,就美国来说,就将来的美国能源结构当中,天气的比例会越来越大 因为更多的煤电厂和核能发电厂相继退休,它不再使用了 这个因为有环保的一方面,它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这张图你可以看到就是,在美国东部和中部的大部分电厂 它都从煤电厂转化成了这个天气的发电 甚至一些新建的电厂都是用,直接用天气 所以,所以基本上这个将来的天气发电,它的比例会更加更加高 这一张图,我之所以就说,我来说明这么多就是,就是拿拿出一个证据来证明这个天气的需求 在将来几乎是无限的,因为你可以看到从2019年的需求,然后到2025年的预计 它的增长会这么多,然后它有这么多的空白,那唯一的空白就是由这个天气公司来填补 然后天气公司它里头分很多,其中一个主要的就是阿布拉契亚三脉的一些天气公司 比如说像美国西南能源,还有AR,它这些都是阿布拉契亚三脉的一些天气的公司 他们的产,就是他们这个产能会增加比其他的这个二元计的一些公司呢 产能要增加的更多,所以我个人更看好这些阿布拉契亚三脉的一些天气公司 会,会在股票或者是在将来的天气这个行业会占有更重要的一个比例 嗯,这张slide大概就是一些,呃,一些历史,一个历史吧 然后关于,呃,在美股里头比较大的一些专门生产天气的公司 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来自于阿布拉契亚三脉和克罗拉多盆地的一些天气公司 当然也有来自加拿大的,加拿大的公司,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是 加拿大自然资源,CNQ,它这个公司比较好,我个人认为比较好 就是,而且你,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天气的价格已经随着 2000年,2020年的这个疫情的消退而慢慢的回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本上所有的大的天气公司的股价都在一年当中的高点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就是去买他们的股票 因为,因为你不光是要看过去一年的这个,这个,这个情况 你还要看将来的一些展望,对吧,这前景,然后就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公司是 一个是CNQ,那另外一个是AR,还有一个是RRC,还有一个是SWN,这美国西南能源 我个人也买了不少美国西人西南能源 那我下一部分就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特别看好这几家公司 那今天就讲这么多吧 OK,谢谢观看 下一期我过一阵子,过两天吧,再做出来,然后再讲吧 反正你有兴趣的人可以关注关注 然后,那就这样 好,谢谢观看